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小黄给大家带来的是 咱们这辆正在改装的V90的加成州超高顶的房车 自从小黄上次拨了一期之后 有车友会问到咱们这个48V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相当于今天就给大家介密一下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奇 咱们先看一下这辆车的一个大概改装的进度 那么这辆车的长光高尺寸分别是 5940 2110 2755 内部的空间的话在这个青客领域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极限大小了 车身的左侧咱们可以看到 现在外推窗安装完成 后部上部的这个侧排风 下部的这个是咱们固定马桶的一个黑水箱的舱门 再往前部看过来的话 这里的话是相当于溺币器的散热口 再往前部是一个试电接口 那么这辆车是一个货源版的车型 然后它是一个前置后驱的驱动方式 而且后部的轮胎是一个后双胎的这个结构 咱们再从这个缝隙看到 它的一个承重后部的承重方式 这里的话是一个三片绑黄承重 尾部的话它是一个对开门 而且咱们在内部都做了这个储物空间 回到车身右侧 咱们这个遮阳棚也已经安装完成后部 这个右侧的话也装了一个外排风 然后右后能的写上方 这是咱们的一个150升清水箱的重力加水口 再往前部看过来 中门的靠后 这个是咱们空桥的 咱们这辆车装的是一个家用的便秘空桥 它的外界的一个散热口 就是这样一个方形的 非常的大 然后咱们的外界的话 实际上你车内也做了一个整体的隔离 再往前部看过来 中门下方是一个电动的深色踏板 那么咱们换个视角 从下部看的话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清水箱 然后回水箱的话 装在了另外一侧 咱们水箱的话 也都是用的一个304食品级的不锈钢的材质 外部也都做了这个保温的处理 咱们再进入到车内看一下 首先的话 看一下驾驶室吧 咱们这辆车的话 那V90这个车型的话 在现在在市场上面 还算是比较前卫的一款 咱们重点看一下 驾驶室的这个中控台的一个造型和构造 便宜于乘用的小轿车 然后这辆车的话 搭载的是一个上汽派2.07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AT的自动变速箱 原车的收音机 咱们换成了这个导航 这个主驾的座椅的话 咱们后期也会做一些朝鲜皮的包饰 然后往顶部看的话 除了原车啊 这个自带的这个储物格 咱们把顶部也做成了一个储物空间 放着一些大件也基本够用 在中门的进门的左手边啊 这是一个冰箱柜 侧边就是咱们的一个家用变频空调的外积呢 这个外积的话 咱们可以看到 整个都是密封起来的 而且内部也会做一些隔音的处理 那么它内积的话 咱们错开呢 偏中门的这个左手边 因为咱们尽可能的错开这个横床的区域 这样子的话 就不至于睡觉的时候 会产生感冒这种不良的后果 然后在它侧边 就是咱们的一个中控的显示区域了 可以看到 这是咱们的一个控制面板 后期的话会固定上去 而且进中门 即触手可接 然后在中门对面 这个驾驶座后面 咱们后期会做成一个会客区 这里会有一个双人卡座 配一个折离的小桌板 然后侧边的话 像这个外提窗 内部的绿窗 也都是带防蚊和隐私的双重功能 顶部的话 咱们做了一个小型的储物空间 然后再往后部看过来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横床区域了 那么这个横床的长度是一米八 宽度的话应该是一米四左右 然后横床的上方 这个区域的话 它是搭在咱们横床的这个侧板上面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纵床 它的长度是一米九 宽度展开之后 因为它这里有个翻折板 展开之后的话 它可以达到80公分 所以的话 咱们个子高一点的成年人 睡起来也一点压力都没有 在它对面的话 这里到时候会设计成一个小型的吊柜 在车尾区域 它就是一个厨位了 那么侧边的话 左边这个区域的话会装一个固件的马桶 然后上面还会装这个洗衣机 侧排风这些内部的话 咱们可以看到都会做到这个保温的处理 在右侧 这里的话就是咱们后期的一个厨房区域 上部咱们会放一个微波炉 下部的话会放一个洗碗机 所以这个车上的建器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整个厨位区域 后厨位的话 都会与前部的一个客户区域做一个隔离 咱们再重点看一下 正量式的一个建筑系统 小黄在这里再说一下 咱们这个48伏的话 其实真不是那么深不可测的一种说法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升降压的方式 那么它可能跟咱们12伏的区别就是 就是将原来的12伏的一个建品进行的一个串联 这样子的话 使值达到48伏的一个建压 这样子的话 通俗一点说就是因为它建压升了 所以它的建流就相当于会有所降机 那么就可能会存在这个降低省耗 然后对咱们限速的这个要求就会激一下 咱们再重点看一下这块区域啊 这两块是电池 它都是一个48伏的电压输出输入 然后的话 这是咱们车友自购的一个拟电啊 看起来块头还是比较大的 重量的话也不轻 但是别小看就这么两块 它实际上是400安的48伏的电池 如果是转化为12伏的话 它相当于有1600安 1600安的12伏的电池 那么它指的咱们这个电池区域的话 接近有19.2度电了 是相当可怕的 所以咱们这辆车的一个水电配置 确实是非常高了 然后再往侧面看过来的话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逆变器 咱们侧面可以看到 它也是一个48伏和220伏的一个转化的一个方式 再往侧面看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充电器 充电器呢 就是它的输入电压是14伏 输出电压的话是56伏 它实际上就是咱们原车的一个电压 发电机的电压 它是12伏的嘛 要先通过咱们充电器电压之后 再冲到咱们的电池里面去 如果是咱们接试电的话 那么直接试电接到咱们逆变器上面 咱们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充电变一体机啊 接到它上面之后 然后再接到咱们电池上面去 那么它就充成了48伏的这个电压的一个大小了 然后再往后部看的话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直纽转换器吧 然后它是相当于将48伏的输入电压输出成 12伏的13.5伏实际上也就是咱们通俗一点说12伏的一个电压 那么它的话就是将咱们电池的一个电压输入成12伏之后 像咱们这辆车的一个灯光 然后还有侧排风 还有这些比如说12伏的这种USB的负载 都是需要12伏的供电电压的 所以就是通过它来使咱们的电池的输入电压得到一个转换 再往下部看的话 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的一个控制器呢 那么小黄本期对于咱们正在改装到519年的一个仿制的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包括咱们这个48伏的一个电路系统的一个设计 呃 车友们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更多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小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信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